蛋仔粉 如果喜欢偏甜的朋友可以加一些糖 下面我们将搅拌好的粉浆倒进预约好的机器 倒入粉浆的时候一定要快哦 而且要均匀 好了 再拿一下蛋仔粉 上下左右晃动一下 盖起来 然后要马上转过来 这个步骤是非常重要的 然后这时候调节180度 时间选三分钟 有些朋友说做不出蛋仔做出步骨的现象就是因为倒进去的时候没有马上转过来 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一点 在做蛋仔的途中 大家一定不要用手压这个手柄 不然会出现步骨的现象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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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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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我们拿蛋仔夹 把多余的去掉 然后打开 新鲜的蛋仔就做出来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 温度大家可以调节180度左右就可以 这样做出的蛋仔比较金黄 如果大家想要更加脆一点 可以调高一点 一百九十度两百度都可以 大家看一下做出来的效果 我们这个蛋仔机是不粘涂成的 所以质量非常好 这一面是圆的 这一面是橢圆的 好我们来打开看一下 这个蛋仔里面是非常油软的 而且外面是比较脆 做出来真正的蛋仔就是内缘外脆就可以 大家看一下 大家看一下 好了如果大家按照我以上的方法去操作的话 一定可以做出好吃的蛋仔 一般可以选择公共场合 学校或者奶茶店 都可以做我们的蛋仔 具体做法就讲到这里 如果大家有什么不明白 可以问一下我们的客服 那祝大家生意兴隆